为持续推进一窥一袋安全守护行动 巩固提升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骑乘人员和汽车驾乘人员安全防护水平 这将从即日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一窥一袋专项行动 通过源头宣教路面严管社会共治等措施 提高头盔佩戴率和安全带使用率 为平安亚运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整治期间交警将通过重点抓和抓重点 全方位落实严管措施 会同交通运输部门督促客运网约车出租车企业压实责任 强化源头管理 以国省道和农村道路为主阵地 严查摩托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行为 抓住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群体 多形式分波次开展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 佩戴头盔的管控 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 驾乘汽车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无论大人小孩都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请遵守法规安全出行 请订阅 请订阅